中国的宪法已经讲明 中国国家制度的最本质特征 就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 而中共党章也规定了 中共最高领导机关 中央委员会的职权范围 不过星期一印发的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 就进一步具体列明 工作条例规定 涉及全党全国的重大方针政策问题 只有党中央有权作出决定和解释 而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 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统一思想 意志和行动的依据 宪法规定 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工作条例就指出 由各级人大至到基层组织 都必须自觉接受党中央领导 除了决定党内领导人选之外 中央委员会也都负责推荐 国家政府主席 全国人大 国务院 全国政协 中央军委 国家监察委 最高法和最高检的领导人选 以往党章并没有交代的 党内最高决策层运作 工作条例也有提及 规定中央政治局会议 政治局常委会议和中央书记处会议 都要由总书记负责召集 议题也要由总书记确定 又说政治局委员要及时将工作中的重大决策 重大事项重要情况向党中央请示报告 在执行过程中 需要对党中央决策决定 和重大工作部署作出调整的 必须报党中央批准 条例有特别提到 要用习近平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 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 也必须将维护习近平的全党核心地位 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作为根本政治要求 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另行禁止 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日内地政治学者认为 制定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 目的警告党内潜在的两面人 为两年之后的中共二十大 掃清障碍 也有学者认为 是要将十九大以来 党内一些做法制度化 进一步增强习近平的核心权威 中共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出台 有政治学者分析 条例是将习近平执政以例 特别是十九大以来的党内一些做法制度化 将党章的原则条例化 条例把两个维护 从党内政治纪律要求 和一般性号召 转化为党内法规 并进一步通过 党与国家机关的 制度化的领导关系 从而变成全国性的 制度化的要求 从这一点可以说 是把习近平作为党中央的核心 他的权威能制度化 政治学者吴强就认为 今次以这么多篇幅 交代中央委员会的职能 是要向党内潜在的反对力量示警 为二十大稳定过渡 清除障碍 毕竟中央委员其实才是 现在党外媒反对力量的情况下 唯一有能力挑战习的个人 绝对权威的一个政治的资源 那么对中央委员不放心 这种不安全感 我相信是习在二十大之前 一个最大的担心 向习个人效忠 要服从党的 服从更高层面上的 这种纪律要求 当然他没有说得那么露骨 没有说得那么表面 但是通过这种条例的制定 其实就在发出这样一个 像紧箍咒 像这种法制化的 这么一个信号 吴强又说条例提到 各级人大去到基层组织 都要接受党中央的领导 认为这样是有意强调 党的控制不只是限于党里面 而是全方位的 包括会在社会层面那里彰显 有一次电视记者曾凯琪 北京报道